癌症的问题啦 其实Dr. Dan最后就转型到自然医学领域 拥有了15年的细胞吸收配方的经验 并且有16项的专利已经获得授权 或者是胜在申请中 那我们Dr. Dan并不是一个 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科学家 他踏出了实验室去五大洲搜寻各种 可能对于人类的健康有益的植物营养素 并且在网路上抖音播客 去分享这个探索的过程 还有这些植物营养素的健康观念 所以我们都可以上网看到他的影片 也因为我们Dr. Dan的成就跟能力 吸引来美国一群的医生跟专家 纷纷跟我们Sri做合作 合作这个科学咨询委员会 这是做什么呢 提供我们了解现在的人需要的健康需求是什么 以及回馈使用Sri产品的一个反馈状态 那这些医生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窝心 就是他们完全是没有拿任何一毛钱 就为我们Sri产品做背书 其实他们内心都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感 如果能够帮助人类的健康有一个更大的要劲 他们很愿意支持这样子的运动 所以他们相信Dr. Dan可以 而Sri也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六个产品 针对了细胞营养 细胞修复 以及细胞排毒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五月的时候 我们Sri的全产品都已经列入了美国桌上药点手册 PDR 什么是PDR呢 就是美国医生他在开药给病人的时候 他要根据这个要点去精准的开出处方间 里面会有一些少数的保健食品 因为要进入PDR的保健食品 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第一个他必须得要45分钟 被我们身体有效的吸收并运用 不可以残留任何的物质在身体里面 还有他要有大量的第三方实验数据来去佐证 最后他必须得要制药规格的模式 产生出这些产品 全美有4000多家的保健食品公司 但是进入PDR的就只有22家而已 其中18家只有一样产品在PDR里面 但是我们Sri在去年的五月 六样产品全部都在PDR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得了 而我们第一款产品来到了Vitalite 它是一个全植物性的营养素 以前我还以为它是综合维他命 但我错了对不起 里面有270种的微量元素 和矿物质营养素 还有益生菌Omega3679 一包一天一包带出去非常方便 就提供了我们细胞一天三分之二所需要的能量跟营养 那保持我们细胞有一个活力这很重要 可以提高我们每一天的精神跟活动力 那我听到Dr. Dan有讲 一颗胶囊里面其实都有三到四种的细胞吸收技术 所以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还有感受到一个非常贴心的 因为我以前吃鱼油 常常会发现鱼油吃到后面会氧化 会有一种臭臭的味道 后来我发现 这是因为鱼油氧化了 而属于非常贴心 一天一包让我们每天都吃到健康的鱼油 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College 每个人都很爱美吧 不管男生和女生 但是坊间其实也有人对于College 就是胶原蛋白对于人体 可不可以被吸收提出一个很大的质疑 因为胶原蛋白的分子非常的大 而Sweet的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中还有一个东西是让我很心动的 就是我们一个月只需要喝十天的胶原蛋白 一天一包就好了 十天 那剩下20天要干嘛 我们的身体会自己产生胶原蛋白 直接把我们的身体年龄回到25岁 之前呢 原因就是里面有特殊的石榴支配方 再加上我们的专利技术 可以让它在我们进入身体以后 再生成胶原蛋白 除了胶原蛋白里面含有玻尿酸 可以针对我们的皮肤 头发 指甲 关节软组织 还有一些免疫反应 有一个健康的维持 接下来 Internal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白梨乳醇 在过去有一个科学实验呢 去证实了法国人有长寿的基因 以及在西方国家来说 他的心血管疾病是相对的低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人的饮食里面每天都喝一杯 都会有喝红酒 红酒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白梨乳醇 一瓶红酒大概是一毫克的白梨乳醇 但是我们一小包的Internal就有200毫克 我们要喝多少红酒才能补足这200毫克啊 那其实白梨乳醇最主要是细胞修复 跟避免它的损伤跟衰老这件事情 而且里面还有骨光肝钛跟辅酶Q10 骨光肝钛呢 常用在于美白针跟营养针 那美白针跟营养针它具有美白 那营养针是做什么 是肝脏排毒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都用针注射的方式呢 就是因为骨光肝钛分子很大 它不利于身体的吸收 所以必须得用注射的方式提高吸收效率 但是我们直接让骨光肝钛有很小的分子 用脂質体的技术直接让我们细胞做吸收 所以这是一包可以用口服的点滴 再来辅酶Q10 家中如果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长者 其实很建议使用辅酶Q10 再加上我们是高吸收率的 然后这些强大的植物营养素 可以防止脂外线的伤害 避免我们的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 这下是Revive 是我使用中最有体感的一款产品 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 然后缓解肌肉的僵硬感 还有一些发炎 减少一些发炎的症状 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发炎的概念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疾病 都来自于慢性发炎 例如肥胖 还有过敏性鼻炎 红斑性狼仓 癌症肿瘤等等 都是因为慢性发炎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减低炎症的状态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 有一个很好的健康水平 而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我发现我现在更喜欢运动了 因为运动完后 我不会有这么不舒服的疼痛感 而且肌肉弹性是非常舒服的 我隔天又可以继续运动 还有我妈妈 她在早期一刚开始后 只吃了REVIVE跟胶原蛋白 那她以前她已经73岁了 她蹲下去的时候 爬起来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而且非常吃力的 但仅仅一个月时间 突然有一天 她爬起来的速度变快了 我们母女俩相望一下 哇塞 这也太厉害了吧 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接下来这一款产品呢 是PURIFY 它是一个排毒的产品 为我们的五个器官做一个排毒跟进化的功能 其实排毒很重要的 我们身体如果有这些毒素没有排出去 你在怎么样吃再好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被吸收 而且我们每天摸到东西吃到东西 甚至吸进来喝的吸吸来的空气跟喝的水 都可能有一些不明的物质 所以排毒真的是现在人最需要去注重的一环 里面我们有负里酸跟叶氯酸 它可以包裹着我们的重金属 直接带出我们的体外 那我在使用上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水肿这件事 早上起来水肿明显的减低很多 再来就是体重的管理 我使用水产品因为发炎的症状有效被改变 还有排毒的状况 当然还有足够的营养 我在过去是66公斤 那今天我早上量大概是53公斤左右 所以我成功的减重13公斤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有一个健康体重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叫Immu 它是针对先天免疫跟后天免疫系统来进行一个保养 所以它重点在我们的肠胃道功能里面 因为有80%的免疫系统都带肠胃道 其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是 什么会有疾病的产生 就是因为病毒跟病毒两个靠在一起 他们会互相联络往内互打 然后就产生了疾病的症状 但我们Immu里面有一个专利的技术 什么样专利 它可以破坏这一些病毒细菌的群聚作用 让他们分散了之后 各自凋零就不会有疾病的产生了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的肠子里面有很多神经是连接到我们大脑的 所以肠脑合一大家有听过吗 你如果肠胃道是健康的 你的心情状态也是会非常好的 在我们去年9月份有出现了一个表观遗传学的研究 我们针对我们的产品 有针对八个基因点去提出一个数据的报告 有些人可能不懂什么叫表观遗传学 其实表观遗传学跟基因是有关的 基因是不可逆的 也不可改变的 但基因的开关是可以被打开跟关上 那作用是什么呢 好的基因让它活跃一点点打开 然后坏的基因让它压抑一点点让它关上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出现 这就会让我们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健康的表现 影响这样子的因子有三大因素 第一个叫做饮食 第二个是体重运动 第三个呢是情绪 所以这三个其实很难控制的 让我们用透过一套有效的科技产品 来让我们帮助我们的表观遗传学有更好的展现 所以我们这四款产品呢 针对这八个基因点去做出了一个数值的呈现 发炎指数要降低 大脑认知要提高 细胞活力要提高 其中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叫GLP-1 它在去年的Silence期间 列为美国的医学重大发现的第一名 打入我们的GLP-1疗程的一针 进去之后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有血糖体重胰岛素的水平 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而我们不是药我们是食品 吃进去之后立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指数提升 这就是我们的Vitalite跟我们的Revive浆黄 它有效的提升我们的GLP-1 而这一张表格呢 想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送去第三方实验室来做出这样的临床实验 因为自己说不可信 但是送出去第三方检验的数据才会更为真实 其实很多公司 他们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送出去数值不漂亮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老板也有跟我们讲 他希望我们可以透公司可以提供这样大量的数据 让我们使用产品非常的安心 还有我们可以大量的去分享 也是非常有底气的 那这一简单来讲一下这张表在讲的是什么呢 它是关于我们六样产品的吸收百分率 我们有一个有机控制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们吃进去的有机物所产生的吸收效率 这个吸收效率大概是10%而已 但我们六款产品都有效的可以提到3到9.5倍 这就是我们主动式的健康方式 我们用一张图来代表一下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得要有狗狗跟围犁 去把这样子的病毒不好的东西挡在家园外 那要有一个Vitality 就是我们房子的基底 顾好我们的基底非常的稳固 然后College呢是让我们的房子外面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很美丽的 Internal就是防锈防水 让我们的房子也可以有修复 然后不要变老变坏 Revive就是我们的钢筋水泥 就很像骨架一样支撑起我们的家园 最后Purify呢就是把家里的垃圾要打扫干净 并且丢出我们的家门外 听到这里我们很了解一件事情 Sweet的科技产品已经是走在这个市场的尖端了 我们在2016年有一个美国卫生卫生研究院的市场报告指出 资质体所制造的营养食品是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趋势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状况性资质体的产品还是很少的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趋势性 那我们透过Sweet所提供的方式来去创立这样子的事业 是我们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机会